同学们好,今天我们学习第九章职工薪酬 首先看一下本章内容导读 这一章总共有五节内容 第一节是介绍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及分类 然后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那就是介绍不同的职工薪酬 它的血润和计量 因为职工薪酬分为四大类 短期薪酬 离职后福利 辞退福利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所以我们这一章从第二节到第四节 每一节介绍每一种职工薪酬 它的确认和计量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本章考经分析 这一章同样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主要考点包括 一,短期薪酬的确认和计量 第二是辞退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主要考点是这两个方面 最近三年这一章考题的题型 主要是客观题和计算分析题 请大家注意 牵涉到计算分析题 比如2019年这一章 专门考了一道计算题 十分的题目 去年考试在计算题里面 设计到这一章的考点 大概有三分题目 因为去年考试的考试题目呢 相对来讲题目的综合性强一些 题目虽然小 但是呢 它每一个章节都稍微设计一下 所以去年呢 设计的分值在三分 而2019年 当时专门考了这一章 所以分值比例特别高 其实再往前的话 前两年这一章 也曾经考过计算分析题 今年教材稍微有点变化 而且是重大的利好消息 那就是删除了 设定收益计划 这个支持点当中的部分内容 并不是全部删除 在这说明一下啊 并不是全部删除 只部分内容删除了 然后相关的例题也删除了 这个对我们学习来讲 就是应该说 节省了很多时间 因为它是一个有难点的问题 这个支持点呢 像以前我们上课呢 我花两个小时讲它 因为特别复杂 有难度 而且要提供例题来分析 那今年这一块稍微简化了一下 我估计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够了 所以对我们来学习来讲 相对来讲 稍微轻松了一些 第二个地方删除了 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这个支持点当中的 也是相关例题给删除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 相对来讲 减轻了一点负担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 本章知识讲解 第一节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及分类 讲两个问题 职工的概念 以及职工薪酬的概念及分类 这里面呢 第一个问题 我们稍微就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重点是讲第二个问题 职工薪酬的概念及分类 职工薪酬是指企业 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关系 而基于的各种形式的报酬 所以要请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这个会计准则 职工薪酬范围是非常宽泛的 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短期薪酬 第二个是离职后福利 第三个是辞退福利 第四个是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所以我们这一章从第二节开始 分别就是介绍这四种职工薪酬 它的确认和计量 那下面呢 我们一个一个展开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类是短期薪酬 所以短期薪酬 是这企业预期在职工提供 相关服务的年度报告 结束以后12个月以内 需要支付给职工的薪酬 所以属于短期薪酬 当然有一点除外 应减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 基于的补偿 其实这属于什么呢 属于我们后面要讲的辞退福利 辞退福利 那么短期薪酬主要包括哪一些呢 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第一工资奖金 津贴补贴 第二是职工福利费 第三是医疗保险 工商保险 生育保险 这些社会保险 社保这一块的 我们经常讲 五险一经 是不是啊 五险一经 那其中三险 医疗保险 工商保险 生育保险 这些都属于短期薪酬 还有两个是什么呢 一个叫失业保险 一个叫养老保险 这个呢 是属于后面内容 叫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 所以五险一经 五险在这儿 那么还有另外两个险呢 放到后面 那么一经呢 是什么 那就住房公积金 那就是第四个 也属于短期薪酬 第五个是工会经费 和职工教育经费 都属于职工薪酬 第六个是短期的 代薪缺勤 由累积代薪缺勤 和非累积代薪缺勤 我们后面会展开 第七个是短期的 利润分享计划 如果是长期的 那属于最后一类 叫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第八个注意一下 非货币性福利 也属于短期薪酬 然后九其他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离职后福利 离职后福利 其实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了 有两个写嘛 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 这些都属于离职后福利 所谓离职后福利 是指企业 会获得职工提供服务 而在将来职工退休以后啊 我们还要支付的各种形式的 报酬或者福利 其实就是养老金 企业在职工为其提供服务的期间 我们要给职工要交纳养老金 这就属于离职后的福利 另外一种是 或者说与企业减除劳动关系以后 我们还要支付的各种形式的 报酬或者福利 都属于离职后福利 说白了就是养老金 企业为职工支付的养老金 第三大类是辞退福利 也就是说员工在合同到期之前 解除劳动关系了 那么要给予补偿 那这个给予的补偿 称之为叫辞退福利 第四个就是其他了 除了前面所讲的三大类以外的职工系统 主要是长期的 包括长期的贷薪缺勤 三级福利啊 或者长期的利润分享计划等等 好 这是我们先了解一下 职工薪酬分为这么四大类 每一类内容有哪些 那接下来从第二节开始 那就是刚才我们说过 每一节就是具体介绍 每一类职工薪酬如何确认和计量 第二节是短期薪酬 它的确认和计量讲四个问题 一个是货币性的短期薪酬 第二个带薪缺勤 第三个是短期的利润分享计划 第四个是非货币性福利 那下面首先看第一个货币性短期薪酬 那就是支付以货币性来支付了 包括第一公司 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公司 那么这个企业 我们今天是站在企业的角度 企业应当根据职工提供服务的情况 计算出工资总额 按照什么呢 按照受益对象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站在我们国家 就是按照岗位 西方称之为叫受益对象 我们国家一般表达就是按照岗位 你是管理部门的 寄到管理费用里面去 你是销售部门的 寄到销售费用 这就叫按照受益对象 进入当期损益 或者是相关资产成本 比如生产车间的 我们要寄到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里面去 比如研发部门呢 我们要寄到研发支出 可能就资本化了 那就是资产成本了 如果是管理部门呢 寄入管理费用 那就叫单期损益 这是第一个工资 第二个福利费 福利费呢 请大家注意 要在实际发生的时候确认 有发生 我们就确认这个福利费 没有发生 我们公司不搞福利费的 那没有发生 你就不要搞 为什么说在实际发生时呢 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国家关于这个福利费 职工福利费是些预提的 那么预提的时候 就要进行账户处理 现在我们改了 没有发生 我们不要搞预提了 发生多少 我们就确认多少 是这个意思 同时要注意 按照实际发生的金额 进入当期损益 或者相关资产成本 其实也是要根据受益对象 你是哪个岗位的 我们就记到什么科目 这是第二部分 再看第三部分 我们前面刚才讲过 医疗保险 工商保险 生育保险 还有一个住房公积金 另外一个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这些有什么特征呢 他们都要按照一定的 具体的基础 和具体的比例 来计算 我们企业里面 要按照规定 国家相关的规定 百分比是多少 来确认 同样是按照受益对象 记住当期损益 或相关资产成本 因为这些 社保啊 或者公积金啊 或者其他经费啊 都是按照受益对象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 例题一 来理解一下 2015年6月份 假公司当月 应发公司是1560万 其中生产部门 直解生产人员公司 是1000万 这是直解人工 即到生产成本里面 另外生产部门的管理人员工资 是200万 管理部门 管理人员的工资 那这个是即到制造费用 另外公司的管理部门 那这个360万 这是管理费用 根据所在地政府规定 公司分别按照职工工资 总额10%和8% 即提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交拉给社保机构 公司分别按照职工工资的 2% 1.5% 即提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那题目给了这些条件 我们就根据这个条件 来编制会计分路 首先算一下 进入生产成本的职工薪酬 是多少 本身工资是1000万 生产车间直接人员工资是1000万 这是计题的基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计算它的百分比 跟着这个前面的工资走 这就是按照受益对象 算出来是1215 都是寄到生产成本里面去 第二是生产车间管理人员 这是寄到制造费用的 那就根据 它的计题基础200万算 然后算出相应的比例 全部算在制造费用里面 同理这是寄到管理费用 咱们有的同学是在工作当中 做财务的 那这个你每个月都在算的 这个很熟悉的 有的是有人事部门在算这一些 但我们财务部门 也要进行计算这一些的 那下面编制分路 借生产成本 借制造费用 借管理费用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每个岗位这就叫按照受益对象 然后应付职工薪酬明习科目 工资是多少 医疗保险是多少 住房公积金多少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那这些实际上就是根据 这三个一千加上两百加上三百六是吧 三百六 然后各自乘百分比 一个是百分之十 这是百分之十 这是百分之八 这是百分之二 还有百分之一点五 百分之一点五 按照这个基数分别成出来 得入它的明习科目 和上面的计算呢 不一样啊 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口径不一致 这是按照 上面是按照岗位来算的 这个是按照明习科目 你收入哪一部分的 按照百分比 好 这是我们树山教材 这道题呢 帮助我们理解一下 有关这个短期薪酬 货币性短期薪酬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 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带性缺情 这个呢 有点难度 在理解上有点难度 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 然后你理念上 你掌握一下 然后你这个问题啊 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带性缺情分为两种 一种叫累积带性缺情 另外一种叫 非累积带性缺情 先看夸一 累积带性缺情 所谓累积带性缺情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带性的权力 可以解转到下一期的 带性缺情 本期尚未完 用完带性缺情权力 可以在未来期间使用 打比方说 我今年连休假 有十天 但是今年呢 工作特别忙 所以我就休了七天 还有三天没有休 那么这个连休假呢 可以解到 假如公司规定 可以解转到 下一年继续修 那么下一年 我可以休 下一年 假定也是十天 本身有十天 年休假 带性缺情的 再加上上一年 我有三天没有休的 移到下一年了 那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就称之为 叫累积带性缺情 好 那么对于 累积带性缺情 怎么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到服务 从而增加了其未来享有的 带性缺情的权利时 确认与累积带性缺情 相关的职工薪酬 并以累积未行使权利而增加的 预期支付的金额来计量 比较抽象了 其实 这段话前半句 他讲的是 确认的实点 累积带性缺情 确认的实点 什么时候确认 什么时候确认呢 公司职工 在本期提供了服务 比如我工作一年了 那么今年 我享有什么 享有十天的年休假 那这个提供了服务 从而增加了其未来享有的 累积累积带性缺情的权利时 我们在这个实点上 要确认成本费用 第二 按什么金额确认 那就是确认的金额 应当以累积未行使权利 注意 未行使的权利 而增加的预期支付的金额 这什么意思呢 先简单的说一下 等会后面我再举例子 假定有一个员工 他的日工资 一天是一千元 本来今年呢 是十天年休假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工作比较忙 没时间休 休了七天 本来是十天 但他休了七天 实际上还有三天 是不是啊 还有三天 这三天可以在下一年休 没问题 但是我们今天是仗在企业的角落 我们预计 他在明年 这是根据历史经验判断的 他有职业判断预计的 预计他在明年 可能只会休两天 还有一天可能也不会休 假如明年如果不休 就作废掉 那三天假就作废掉 那么明年预计他会休两天 有一天不会休 那么请注意 我们在确认这个 累积代行缺情的成本费用时 以累积未行事的权利 未行事权利本来是多少天 三天 一天是一千块钱 那就三千块 而增加的预期支付的金额 预期支付的金额 注意 我们预计对方 预计这个职工啊 在明年只可能只会休两天 那就预计支付的是两天的薪酬 所以我们应当确认两千块钱 而不确认三千块 这个问题就这样来理解 你要是预计他三天 明年三天都会休 那么我们就确认三千元 但是我们预计 对方只会休两天 这个职工啊 预计明年 虽然他有三天的权利 但是可能明年还挺忙的 我们预计他只会休两天 那么我们确认的金额 只能按两天来算 那就是两千块 这一块在理解上有点抽象 等会我给大家再举例子 这是累计代行确行 我们暂时这样解释一下 第一 确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就是当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 我们他未来就享有这个代行确行的权利时 我们在提供服务的期间 就应当确认这个成本费用 本年度 我们就应当确认 按什么金额确认 那就是预期支付的金额 好 暂时先这样解释一下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况 叫非累计代行确行 非累计代行确行 它指贷代行的权利 不能结转到下一期 本期假如有多少天假 你没有用完的话 那就取消了 而且你也得不到现金的补偿 这种情况最典型的 比如像婚嫁 产嫁等等 一般属于非累计代行确行 比如产嫁 产嫁我觉得倒还有可能的 你说今年生二胎了 那么二胎要请产嫁 OK 没问题 然后呢 又跟领导说 跟老板说 哎呀 我又要请产嫁了 那么又要请产嫁了 那如果在短时间内 那老板就在想 这怎么回事 是不是啊 那么也有可能 当然我有三胎了 是不是啊 有三胎 那到底是也有可能的 但一般情况下 那我们觉得这个时间短的情况下 你请两次产嫁 这个不太现实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产嫁属于非累计代行确行 你本期没有修完的 那么不太会结到下一期的 比如像婚嫁 哎 你说你今年的婚嫁 本来有五天假 假定啊 本来有五天假 然后这五天假 你没有修 然后你回头 你又跟领导说 我要修婚嫁 那领导觉得很奇怪了 觉得怎么回事 怎么又要修婚嫁了 是不是 那么就产生别的想法 所以一般情况下 像这些价呢 都属于非累计的 你本期没有用完的话 是不能结到下一期的 你说第二年 又跟老板说 我要请婚嫁了 你说我上一年没有修 那没有修那就过了 这就是非累计代行确行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非累计代行确行 怎么样进行快捷处理 由于职工提供服务本身 并不能增加其 能够享受的福利金额 企业在职工未缺勤的时候 不应当具体相关的费用和负债 这啥意思呢 打比方说 这个月你要修婚嫁 五天假定是五天 这个月工作日呢 是22天 22天 每天假定你的日工资是1000元 也就是说你这个月呢 这工资呢 是22000 这是正常情况 是这样子 然后你这个月呢 你要休婚嫁 婚嫁是几天呢 假定是五天 五天 但是呢 因为你很忙 所以呢 你是优秀 因为你是优秀员工 所以你就没有休 这五天假都没休 也就是说这个月 我还是工作了22天 本来我是17天工作 加五天休假 是不是 加五天休假 这五天休假也是带薪的 给你发工资的 但是你太忙了 所以这五天也没休 然后你就跟老板说 你说 我那五天我没休 我上班了 你得给我付加班费 没这回事 职工在提供服务 职工提供服务的 本身 这五天 是不能够增加 其能够享受的 福利金额 你不要把我们现在中国人的理念 按照这个理念这个角度去思考 先告诉你一个问题 我们的企业会计准则 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过来的 是西方人的理念 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理念 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就是 加班是优秀员工 在老外眼里不是 那是你说明你效率不高的 表现 所以在中国 哎呦 哪个同事啊 早上来得很早 晚上回去很晚 表现得特别好 这是优秀员工 最后评为优秀员工 或者说甚至将一些 互联网大厂里面的996一样 这在西方眼里 西方人眼里 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他们并不提倡加班 你的活就这些 你的报酬 应对的报酬 就也是这些 你加班说明你的效率不高 活个没干好 所以在我们的会计准则 是站在西方人的理念 你加班呢 是不会给你加班费的 因此你这五天 虽然提供服务了 但是不能增加 享有享受的福利金额 你不能跟老板说 哎我这五天也加班了 我是不是另外要给我发工资的 没这回事 企业在职工未缺勤的时候 你那五天也没有缺勤 你也加班 你也上班了 不应当具体相应的费用和负债 对呀 站在公司的角度 我一个成本控制 你这刚刚的活 你是这一些高尔贤说过的 那你现在你加班了 那说明你这个活没干好 我们不会因为你加班 然后我们不能鼓励加班 一鼓励加班 大家都加班 那么另外再发工资的 那是我的成本控制不了 是不是 这是第一 第二 企业应当在职工缺勤时 确认职工享有的代行权利 也就是说 适同职工出勤时 确认的成本费用 企业应当在缺勤期间 计提工资时一并处理 什么意思呢 刚才讲的是 那五天你五天假 非礼机带行缺勤 不能截转下一期的 你这五天你加班了 没修 没修就没修 跟公司没有关系 公司给你是两万二 对吧 给你两万二 按照这一个月工资 满额给你的 正常情况是我修了 比如缺勤 我修了五天 那就叫缺勤了 那么实际上是 这个月二十二天 十七天你在工作 五天 缺勤你休假了 休假照样给你发工资 这就叫代行缺勤呀 所以企业应当在职工缺勤时 确认代行权利 确认相关的成本费用 这五天 我们也算给你 本来说十七天 你上班了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费清潮 一天一千 就是一万七 还有另外五天 我们要不要算呢 也算 因为这也是你享有的权利 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五千块 实际上合起来两万二 所以正常情况下 你在缺勤的时候 我们公司给你发工资的 这个大家理解的 那就是两万二 这个你能理解 不能理解的就是上面这个 因为你的理念不一样 你老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 站在你们单位的角度 我加班了 我就加班费 没有 你加班了 你不休息你的事情吗 你活没 但是你活没干好 又是你的问题 是这个意思 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最后得到个结论 考试考什么 考试考最后一句话 企业应当在职工发生缺勤的会计期间 确认 与非累计代行缺勤相关的职工行程 你缺勤了 在这个期间 这五天 五千元 我们确认成本费用 就相当于这个五千块钱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行程 我在你缺勤的期间 我们就确认了 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不管你缺起休假还是不休假 这个月我都是给你两万二的工资 所以跟我仗务处理 其实没什么关系 你缺勤 你不缺勤 我的分路都是怎么做 假如你是财务 你站在财务的角度 你们单位有这样的员工 你都是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行程 两万二 不管缺勤 还是不缺勤 你都是这么做 因此可以这么说 关于非累计代行缺勤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不需要单独做什么 在缺勤期间 计题工资是一并处理 你缺勤还是不缺勤 我都这么做了 我都是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金属 而且按两万二算的 所以这一块 没有什么单独的处理的问题 那我们从考试角度来讲 就是掌握这句话 选择题的选项 注意啊 挺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处理老师就知道 你这块听不懂 看不懂 所以他要出这个选择题的选项 判断出法对错 企业应当在职工 实行 实际发生 在职工 实际发生缺勤的期间 你休了五天假了 我们要确认这个五天的 你没休假 我当然也要确认 就这意思 好 这两个讲完以后呢 我们下面再会讲一个例题 专门针对什么呢 累计带性确情 因为这一块呢 比较抽象一些 这一块考试啊 也可以考选择题 如果从客观题角度来讲 这段文字 还有这一句话 刚才这段文字 是针对累计带性确情来说的 下面这句话 是针对非累计带性确情来说的 选择题的选项 说法对错 你要在理解的基础上 掌握这个问题 刚才说了 非累计带性确情 就这一句话 没什么没什么多的 一并处理 你缺情不缺情 我就是都是这样的分路 那么下面 我们重点讲 累计带性确情 我给大家编了一道题目 这道题分不同的情况 给大家做个分析 我们分析完这道题以后 再去看教材立体 就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教材的立体呢 它不是完整系统的在说明问题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假公司从2020年1月1号起 实行累积带性确情制度 制度规定 该公司每名职工 每年有权享有 享受10个工作日的带性联修价 未使用的修价 只能相后节转一个日历年度 超过一年未使用的权利作废 职工修联修价 以后进先出为基础 后进先出 也就是说 首先从当年可享受的旋律中扣除 再从上年节转的带性联修价余额当中扣除 比如2020年10个工作日 享有10个工作日的带性权利 我今年因为很忙 只修了7天 还有3天没有修 节转到下一年 可以 然后明年我本身 还有10天价 是不是 所以我下一年 我可以修多少 带性缺勤 我可以修13天 13天不上班都给我发工资的 但是一个问题 可能第二年 我挺忙的 还是挺忙的 我修10天了 那修10天请注意 这个10天 相当于把第二年10天给修掉 上一年的 那实际上在第二年就作废掉 因为后进先出 我们先把第二年的加修掉 然后再修上一年的 或者说打比方讲 打比方讲 我在第二年 我修了11天 那你修11天 首先10天算第二年 然后还有一天 是上一年的 那意味着上一年 还有两天没修 是不是 那那两天 在第二年 就算作废了 这就叫后进先出 职工离开公司时 公司对职工未实用的累积待兴取 年修价不付现金的 假设该公司 每名职工 每个自然日工资 均为1000元 自然日 假定一年365天 那就是36万5000 是整个年薪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为了问题简便 比较容易理解 我在这儿呢 就以一名管理部门的员工为例 来说明问题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情形 2020年该职工 本来10天 他修了7天 还有三天上班了 所以这三天怎么样 可以在下一年补修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2020年 假公司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36万5 这个职工 本来 就是 36万5的年工资 是不是 虽然他在本年度 休假7天 这个7天 也是带薪的 所以是全额工资 给他的 因此 借应付职工 应酬 带银行送换 这没问题 然后第二步 在本年度 2020年 该职工提供服务的期间 他在 今年不是给公司提供服务了吗 工作一年了吗 在提供服务的期间 我们刚才说 他有三天没修 可以移到下一年 假公司预计 预计 明年这个职工 将会补修这三天的 我们前面说了 企业应当在职工提供服务 从而增加了其 未来享有带薪缺勤权利时 就是2020年 这是确认的实点 确认这个职工薪酬 累计带薪缺勤的 职工薪酬 这是确认的实点 而不是等到明年 修的时候才确认 今年就要确认 第二 按什么金额确认呢 以累计未行使的权利 三天 而增加预期支付的金额 我们预期 对方会修几天 补几天 三天 那就是三千块 所以在2020年 还要做下面这笔方楼 我用颜色标出来了 借管理费用三天 一天一千 三千元 待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 这是根据权责发生制来的 你属于本期提供服务的 所以员工就享有这个权利 享有这个权利 那么他还有三天没有修 那意味着将来 其实企业要承担这个成本费用 那么将来要修三天 这三天也是拿工资的 所以呢 这个根据权责发生制 我们要寄到管理费用里面去 好 这是2020年 接着我们下面一个提示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段文字 我已经放到前面解释了一下 就是这段文字 就是帮助大家理解 刚才这笔方楼怎么在做 下面看2021年 2021年呢 第一种情况是 该职工修了13天年修假 包括补修三天 OK 那就正常情况 那么2021年 他又工作一年了 是吧 假定他又工作一年了 工作一年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是多少了 请注意 这一年里面 他有三天没上班 是不是 这三天 我们其实已经在去年怎么样 我们已经确认了 确认了他的职工薪酬了 借管理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今年这三天 可以这么说 365天 这里面呢 他修了13天 13天本身 10天是第二年的 还有三天是上一年的 今年的10天 肯定是给他发工资的 带薪缺勤的 还有三天是上一年的 上一年的没有修的 第二年补修了 那你上一年的三天 上一年我们确认过成本费用吗 确认过 借管理费用三千 所以我在第二年 就不再重复确认 这个三天 你这三天 对我今年来讲 是没有工作的 那我是不承担成本费用的 我们在上一年 已经确认了 所以借管理费用 要扣掉这三千 这三天 要扣掉的 也就是下面一个提示 2021年 该职工享受了累积 未使用的带薪联修价 则2021年确认的工资费用里面 要扣除上一年 以确认的费用 这三天不属于今年的 但是我们给对方发工资的手 还是按照圈额发的 因为那三千块 我们只是上一年 确认成本费用 是不是 确认成本费用 那么你现在 发放工资是 还是按照全年工资来发放 你可以这么想 你把两年 看作一个整个期间来讲 就特别容易理解了 两年里面 总共是二十天假 是不是 二十天假 都是带薪的 那意味着两年里面 公司给职工付薪酬 都是三十六万五 每年都是三十六万五 那你现在 去年三十六万五 已经付过了 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你上一年 人家多工作三天 你给人家付钱了吗 没有呀 是不是 没有 你还是付三十六万五 对不对 那么现在人家休了三天 那休了三天 全责发生质的情况下 本期算管理费用的时候 那三天 我在上一年已经做过了 所以本年度 我没有再算 但是我发放工资的时候 那个三千块 给人家了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今天 要按照全额 给对方支付三十六万五 好 这是给大家 分析了第一种情况 下面再看 圈二 圈一是补了三天 是不是 圈二 最后实际情况 跟我们当初预计的不一样 他最后实际 只休了两天 太忙了 还有一天 他就没休了 放弃了 那么 我们在确认成本费用时 那你实际修了两天 说明 这两天 没有工作 那这两天 对我本期来讲 我就不算成本费用 不承担这个成本费用 你没工作 这两天 你休假了 对我本期来讲 我就不确认这个 借管理费用 那就扣掉两千 带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 我们还要把上一年 预计的三天里面 多预计一天 要怎么样 要冲回去 相当于你上一年 多估计了一天 那么这个一天 要冲掉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管理费用 一千块 为什么呢 我们这写个提示 该职工 未享受 未使用带性年修假 要冲回上年度 确认的费用 说明上一年度 多算了一天 是不是 多算了一千元 那把它冲回去 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去年 确认了两天 然后今年 我们修了两天 这也是减两天 同样的道理 到年末发工资的时候 我们这按全年算 我们这都是按年的 那一年发下来 是不是还是36万五 还是的 你可以这样想 实际上什么呢 也就是说去年 我修了这个七天假 然后今年 今年我修了12天假 那么还有一天 我没修 那没修 那这个公司 是不会再 给你另外付工资的 我前面讲过这个理念 那对于这个员工来讲 去年36万五工资 今年我还是36万五 你站在今年来讲 我如果没有这两天假 我今年本来修10天 我也是36万五 是不是 那么我修了这两天假 是我去年那个权利 累积到今天的 好 这是情形一 下面给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理念 也就是 这里面你一定要 有人在想 一直在想 就是讲到这个问题 有人说那我还有一天呢 这一天怎么不见了 你说这一天 我这一天不是等于去年 我多加班了一天吗 就是前面讲过一个理念 我们的会计准则 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区同过来的 所以他的理念是 并不是提倡你加班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问题 那就我们这儿 写的几个字 批评不会消息的员工 惩罚不让员工 消息的老板 那么有的同学看到这个 我赞同 我很开心 很开心的 但问题是 事实和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 会计准则是西方的 而我们现在在实务当中 我们的工作往往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国立这种环境的 所以国立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往往一种氛围 又提倡加班的 喜欢你加班的 高99 爸爸的你996的 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在西方不一样 西方不提倡你加班的 需要员工去休息的 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理念上要注意 站在西方人的角度 你那个一天最终没休是吧 没休是没有的 你不要认为你那我还一天怎么不见了 没给我钱呢 没有的 好 下面我们再看情形二 2020年该员工休了七天假 工作三天了 那么按道理说 明年我可以补休三天 但是我们预计啊 他将补休一天 我们刚才情形一 是预计三天都会休假 现在我们第二种情形是 预计只会休一天 那休一天 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要根据预计支付的金额来确认 你预计休一天 我们就确认一天 第一步 借管理费用 待应付职工薪酬 这是本年度 没问题 36万5 然后付公司 一年36万5 也付给对方了 付给职工 没有问题吧 另外预计明年只休一天 我今天只能确认一天的 借管理费用 待应付职工薪酬 1000元 好了 到了2021年 随后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他就是休了这一天 他真是只有一天 虽然他有13天价 但是他因为工作原因 他只休了11天 借管理费用 你休了一天了 那么在第二年来讲 这一天 对于我第二年来讲 我是不确认成本费用的 因为那是上一年的 上一年的 10天价 我是要可以确认的 这一天是上一年的 我不确认 我们在上一年已经确认过了 所以这要减掉的 但是我们放放公司 还是按照36万5 这个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你就相当于上一年的修掉了 是不是 你人家上一年修掉了 你36万5 今年我修 我修10天 你当然还是给我36万5 你要把两年放在一起 一个整体来理解 就放在一个整体来看 就比较容易理解 好 接下来我们测看第三种情形 还是修了七天 工作三天 预计将来不会补修 太忙了 明年都没有这个时间休假 那三天他就做废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第一步 2020年36万5 管理费用没有问题 支付公司36万5也没有问题 预计明年不会补修 那就是预计支付的金额为零 所以这笔分路 我写出来零 但实际上我们做题目是不用写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思路 就是说 你不会补修 预计支付的金额就是零了 所以这笔分路就不用再写了 第二年 休息了十天 未补修善年的休假 那实际上就相当于那三天就做废掉 是不是 那所以既然没有的话 我们上一年也没有确认这个 所以第二年 今年 那你今年就相当于今年 你想一想第二年 休了十天价 就是本年度 这十天本来就带薪的 所以本年度确认管理费用36万5 支付公司给你也是36万5 好 这就是累计带薪缺勤 他的会计处理 主要掌握什么呢 那就是 第一 对于这个累计带薪缺勤呢 我们要单独确认这个成本费用 我们以清新一 还是回到前面清新一来说 对于这个累计带薪缺勤 比如三天 我们要 专门要确认他的成本费用 要在提供服务的期间 我本年度提供服务了 同时 按照什么金额呢 按照预计支付的金额 为行使的这个权利 预计支付的金额 你预计休三天 你总共三天是吧 总共三天 转移到下一年 累计到下一年 你预计补修三天 那就按照三天算 你预计补修两天 那就按照两天算 你预计不会补修 那就不要算 主要是掌握这个问题 然后 到第二年 我们刚才把这个题目 不同的情况都分析了 第二年 如果真的补修了三天 那没问题 那本年度 你实际上有三天不工作的 那这个不工作 这个是你上一年的权 跟我今年没有关系 那对于我来说 我没有确认的义务 所以 这个三千 对我第二年 我是不确认的 实际上相当于 我在去年已经确认了三千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第二年 当然也就不确认这个三千 但是我发工资的时候 请注意 肯定还是全额给你发的 因为你那个三天价 是上一年的权利 你现在享受了 第二种情况呢 你后来实际情况 是补修了两天 我当初预计你是三天 那么两天 那我就要减了两天的 你今年有两天 没有工作 对我今年来说 我就不承担这个义务 因为我在去年已经确认过了 另外呢 就是去年确认的是三天 实际结果是两天 那说明我去年 是不是已经多确认了一天 冲掉 冲上一年的 未享受的 职工本年度未享受的 要冲上一年的 所以这两种情况 请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我再总结一下 享受了吧 比如第二年 我享受了三天价 那么我们直接在本年度 确认成办费用时 扣除上年度已经确认的 这个费用 你享受到这一部分 你要是没享受 没享受 我就要冲回去 上一年已经确认的 要单独做这一笔 没享受的部分 实际上从这道题可以看出 这两千叫享受的 冲本年 就实际上享受的 直接扣除 上一年度已经确认的 所以这儿要减量一些 这是未享受的 这是未享受的 这是享受的 那这个 这种类型啊 这种假设 更完整 两天是享受的 一天是未享受的 未享受的 充建 上年度已经确认的 充回去 享受的部分 直接在本年度 确认成本费用时 直接扣除 上年度已经确认的 我已经做了两天了 已经确认了两千了 那个管理费用两千了 所以这个享受的部分两千 直接本年度扣掉就行了 好了 这样归纳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回到教材上 例题 有了刚才这个例题的铺垫以后 教材例题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以公司共用一千名职工 从2015年1月1号起 该职工实行累积带薪缺情制度 该制度规定 每个职工每年可享受五个工作日 带薪联修假 未实用的只能相后节转一个日历年度 超过一年未实用的作废 不能在职工离开公司时获得现金支付 不给你补偿的 职工修联修假 也是以后进先出为基础 即首先从当年可享受权利中扣除 再从上年节转的延修假余额当中扣除 离开公司时不再支付现金 2015年12月31号 每个职工当年平均未使用 带薪廉修假为两天 它是按照平均来的 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两天没有修 总共是五天 也平均下来 是用了三天还有两天没修 根据过去的经验 并预计该经验将会继续试用 以公司预计2016年第二年 有950名职工 将享受不超过五天的带薪联修假 总共是1000人 这个950人 明年享受 将享受不超过五天的带薪联修假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他明年的五天修完了 可能上一年的两天 可能就用不上了 这两天实际上就缩费掉了 滥费掉了 太忙了 修不了上一年的 本来应该可以第二年可以修七天 是不是啊 但是他预计这950个人 估计最多也就修五天 修第二年的 那就是预计明年这部分人 就是950个人 他们预计明年是不会再补修上一年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确认 预计支付的金额要确认 那预计不会的 那就不要确认 剩余50个人将享受六天 六天半 那说明什么 总共有两天 结转到下一年 他们预计能修1.5天 额外修1.5天 那就预计1.5就行了 多少人啊 50人 50人 然后每个人日工资多少呢 300 那这就是预计支付的金额 预议确认 按照这个金额来确认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在2015年12月31号 应当预计由于职工累计未行使代薪年修价 而导致预计将支付的工资的负债是多少 那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22,500 借管理费用代应付职工薪酬 我刚才说过 我们教材题目 你真要是第一次看教材题目 真的不太容易看得懂 因为它什么原因呢 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 它就写一个累计代薪确计 这个这笔风度在这 而我前面给大家举例子的时候 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 你站在个整体的角度来看 比较容易理解了 一年工资 我前面举的例子是36万5 你本来就应该做一个分路 借管理费用代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是36万5 然后我前面的到期 十天年约下 修了七天 还有三天 结段下一年 那么你当年肯定是 全额给职工发工资的 然后36万5支付 然后再做 专门做累计代薪确计 第三笔风路 是不是 那笔风路在做的时候 要根据 虽然你预计修三天 有三天没有修 结段下一年 但是我们今天在确认是 要预计 我前面分了不同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 我就是预计三天 正好 那就三天全部做了 还有后面还讲到情形 就是什么呢 那我预计只修一天 或者说只修两天 那你只能算两天 那么这道题 其实讲的就是 第三笔风路 实际上他讲的就是 专门针对第三笔风路来说的 那就是算出来是 22500 好 这是2015年 接着我们看2016年 第一种情况 如果50名职工均未享受 他们没有时间去修 也就是那1天5 1.5天都没用 我们当初是怎么样 我们当初认为 他会预计他有1.5天 他总共有两天 我们预计他会修1.5天 所以我去年 确认了管理费用1.5天 但最后结果他们没享受 没享受怎么办 充回去呗 没享受就把你上一年的充回去呗 借应付职工一星球 带管理费用 22500 OK 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享受了 比如第二年 他们修了6.5天价 本身第二年还有5天 然后这1.5天呢 给修掉了 是不是啊 给修掉了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他享受了 享受了怎么样 那么在确认工资费用时 应扣除上一年已经确认 然后书上也没分路了 其实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应该在第二年确认 第二年的工资成本费用时 借管理费用 按照当年付给职工的 总的薪酬 要扣掉这1.5天的 也就是扣掉这22000 相当于我前面 我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 比如 实际 先讲第一种情况吧 修三天 我们当初预计是三天 在这确认了 然后第二年 确实补修三天 那你这三天要不要减掉 我们书上这道题呢 他就没有说这些事情了 他说享受了就扣除 OK就没有了 其实我们完整的把分路写出来 就比较容易理解一点 特别像这种情况 更好理解了 三天 实际上 我们当初预计三天 实际上后来只修了两天 那么两天 说明叫享受了 从这里面扣 还有一天没享受 没享受怎么样 冲回去 冲上一年的 确认的成本费用 好 我们再回到教材上这道题 就相对来讲 比较容易理解一些了 那么书上没有写分路 主要告诉你这个原因 并不是 这儿没有 不写 不要进行账户处理 而是书上题目条件 比较少 所以他就没写出来 本来应该还要算一下 整个一年的薪酬是多少呀 然后从2016年的薪酬里面 把那个两万 两千五怎么样 你想受了就扣掉 就可以了 好了 我还是建议大家呢 你复习我讲一上这道题 那书上这道题呢 就作为一个参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2016年的一个单选 甲公司实行累计债薪休假制度 当年未享受的休假 可以截转至下一年 2014年末 甲公司因当年管理人员 未享受休假 而预计2015年支付的薪酬是20万 直接给我们送好了 预计要支付的20万 2015年末 该累计带薪休假 尚有40%尚未使用 也就是说在第二年末 有40%没有使用 那实际上60%是享受了 60%享受了 说明在2015年 确认成本费用时 直接就减掉60% 40%没有享受的 要充原来已经确认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各项 关于甲公司 因其管理人员2015年末 2015年未享受累计贷薪休假 而原多预计的8万元负债 什么意思 20万乘以40%叫8万 这个应付薪 职工薪酬 这个8万在2015年怎么做 其实你不用看后面选择下 你应该已经知道 应该怎么做了 我们刚才讲过的 享受的 在当年确认成本费用时 要扣掉的 扣掉上一年已经确认的 没享受的 要把上一年已经确认怎么样 要冲回去 所以我们这道题应该是 C 冲减当期的管理费用 A 肯定是错误的 不做账务处理 B 什么 转入 转出技术资本攻击 这个是下扯了 D 什么差错更正 那这肯定也是错的 应该是C选项 也就是说 职工本年度 如果未享受上年度使用 上年度未使用的 代薪年修价 应当冲回上年度已经确认的 我们上一年度不是已经确认了吗 那现在没使用 没使用就冲回去吧 不就抵消了吗 也就是冲减当期的管理费用 我们前面做过这样的分路 大家可以看一下教材的例题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管理费用 这就是把未享受的给冲回去 是不是 冲上一年度确认的 当然冲是在本年度冲 直接就冲回本期的管理费用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问题是 短期利润的分享计划 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是指应职工提供服务 而与职工达成的基于利润 或者其他基因成果 提供薪酬的一个协议 实际上有点相当于是 绩效奖金一样 根据你今年实现的多少利润 给这些给职工给高管呢 奖励叫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利润分享计划 在同时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 应当于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并记录当期损印或相关资产成本 两个条件必须要同时满足 哪两个条件呢 第一个是企业因过去事项 导致现在具有支付职工薪酬的法定义务 过去的事项 比如我们要根据上一年的实现的利润多少 必须是根据已经发生的事项 这是第一个 第二是因利润分享计划所产生的 应付职工薪酬的义务 能够可靠计量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我们才能确认 那下面我们结合教材立体来看一下 丙公司有一项利润分享计划 要求丙公司将其至2015年12月31号指 会计年度的税前利润止净比例 支付给在2015年7月1号至2016年6月30号 为丙公司提供服务的职工 该奖金于2016年6月30号支付 2015年12月31号指财务年度的税前利润是1000万人民币 如果丙公司在2015年7月1号至2016年6月30号期间 没有职工离职的话 那么支付的比例是3% 税前利润3% 丙公司估计职工离职将使支付额 降低至税前利润的2.5% 因为它是按照人数来花的 有的离职了 那么总的支付的金额就少了 比例也就下去了2.5% 其中直接参加生产的职工是1% 寄到生产成本制造费用里面去 那这个是直接参加生产 就是生产成本 总部管理人员享有的1.5% 那就是管理费用 不考虑个人所的税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档题 题目说在2016年6月30号支付这个奖金 实际上是根据什么2015年12月31号的利润 税前利润3%来付的 那么根据全责发生制 那我们要算一下2015年是多少 因为这个跨度什么呢 跨度2015年有半年 2016年有半年 支付虽然是在2016年6月30号支付 但是我们要根据全责发生制 先要算一下2015年12月31号是多少 2015年12月31号 注意当时我们预计的比例是多少呀 是2.5% 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000万乘以2.5% 乘以12分之6 注意12分之6 为什么半年 刚才我们解释过这个问题啊 半年 全责发生制 12万5千 然后等到2016年的时候 我们再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支付 那下面我们先看2015年账务处理 借生产成本1000万乘以12分之6 半年嘛 生产成本是生产工人是1% 前面刚才有这个条件 管理部门是1.5% 1.5% 总共是2.5% 然后代应付职工薪酬 利润分享计划 12万5千 这是归属于2015年度的 再来看2016年 到了6月30 2016年6月30号 丙公司的职工离职 使其支付的利润分享计划的金额为 2.8 为2.8 其中生产车间是1.1% 管理部门是1.7% 因为它是动态的 那今天已经确认下来了 到了6月30号已经确认下来了 那么2016年上半年 我们确认多少呢 倒挤出来的 倒挤出来 什么意思呢 接着今天已经确认下来了 是2.8% 税前利润是1000万 所以把1000万乘以2.8% 这是总的支付的奖金 而我上一年已经确认了12万5 所以剩下的差额就是算在第二年了 那下面我们一起看会计分落 借生产成本1000万乘以1.1% 因为生产车间是1.1% 那就是说最终下来一年是1000万乘以1.1% 寄到生产成本的 但我上一年已经算了一个5万 所以减去5万 还有6万算在本年度2016年 同理管理费用也是如此 1000万乘以1.7% 减去上一年已经确认了7.5万 所以剩下9.5 好 这个难度不大 你只要掌握这个题啊 要分两个期间 那算就可以了 讲完这一些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2020年的一道单选 2008年9月16号 贾公司发布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根据该计划 贾公司将按照2008年利润总额的5%作为奖金 发放给08年7月1号至09年6月30号 在贾公司工作的员工 如果有员工在09年6月30号前离职 那么将不能获得奖金 利润分享计划支付总额也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降低 该奖金于09年8月30号支付 在08年未考虑分享计划的情况下 利润总额是两个亿 08年末 贾公司预计离职比例呢 是调到4.5% 原先是计划是5% 那其实这个题目啊 就是模仿教材出的 数字换一换 期间都类似的 不考虑其他因素 贾公司08年12月31号 因上述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而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的金额是多少 总共计算的基础是两个亿 是不是 两个亿 然后到了08年末 预计是4.5% 是不是 4.5% 那实际上是不是乘以4.5% 那是整体的 另外呢 他问的是2008年12月31号 我们是整个的算到09年6月30号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实际上就教材题目一样 乘以什么 十二分之六 乘以十二分之六 450万 那这个算出来 很明显是450万 A选项 这个题目 只要掌握教材立体就OK了 也就是说这种题目的分数 我们必须拿下来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给大家看 互相